大家好,我是凌威 这个东西我估计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没有见过 小时候经常吃 我们这里的酒席上以前会有卵糯香甜 做法比粽子还简单 却比粽子要好吃 先来准备一点花生子 长通男的朋友就跟我这样直接放到空气炸锅 160度10分钟中途翻面 这个时间就可以准备一把干净的黑芝麻 用小火慢炒把芝麻炒香 炒至这个芝麻会圆鼓鼓的 好的黑芝麻倒到菜板上放凉 现在还非常的烫 我们要用个筷子把它摊开 要不然它会制糊 至这个时间我们的花生子也已经烤好了 花生子同样是倒出放凉 凉后的花生子用手这样轻轻一搓 花生一挤掉 一别的花生子倒入熟食搅入机里 按按停停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把它粉碎 朋友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擀面杖 把它装到袋子里面碾碎 像这个样子稀碎就可以了 继续把黑芝麻也倒进来 同样花上几秒钟把黑芝麻也是搅碎 黑芝麻和花生都是含有油脂的 搅好后它会这样抱团 把它倒入一个大盆里 花生碎也加进来 这也实在是太香了 拿时要放70克的猪油 我这里只放了40克 50克的白糖 这个甜度出来只是微甜的效果 因为怕有朋友说猪油不健康 所以我减半了 没充分的混合均匀 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样用手轻轻的一转紧 它会成团即可 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300克的糯米粉 100克的大米粉 让低它的粘度也更好支撑成型 粉里面加入30克的白糖 280克刚刚烧开滚烫的开水 糯米粉用开水来烫一下 这样粘性更好 会是滚烫的开水 所以现在还比较烫 一定要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匀后就用我们的无情铁爪把它和匀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和好后多揉搓 可以更好地增加糯米粉的延展性 取上一个小啾啾为40克 再手心先轻轻团圆 再把它用力按扁 并把边缘打薄 放上馅料 馅料为20克 用我们做月饼的手法 用虎口来收口 这样一边旋转一边收口 最后的接口处用虎口同样是把它按压紧实 再放到手心轻轻滚圆 这样一个生坯就先完成了 没有包的糯米粉和这样包好的 都需要用保鲜膜盖住防止风干 我们6个小时提前浸泡的糯米 从冰箱取出 在天气越来越热 浸泡的糯米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 要不然防止它会臭掉 把我们刚才做好的生坯 放到控干水分的糯米里 让这个生坯可以均匀的裹上一圈糯米 我觉得表面比较光滑 我们可以两个锁子 要放在手里轻轻的按压 让糯米粘在这个表面 这样就粘得非常的结实 它就不会再掉了 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叫落竹叶 可以用来包粽子 它的香味特别的好闻 清新又清香 我还见过有的人用它来做斗笠 我们今天就这样光面朝上 把它铺在蒸格上 如果我们出来的成品 也会自带这个粽子的香味 放上我们做好的生坯 每一个之间一定要留有足够的缝隙 它虽然不是发面的 但是它同样会膨胀 其实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三层 还有一层蒸不下 水开后上锅蒸25分钟 把它蒸熟 然后你一打开 就会闻见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慢慢的都是糯米和粽叶的香味 看看蒸好之后是暖暖糯糯的 要包粽子一样 那么麻烦 蒸那么久 却同样有粽子的香味 暖糯又香甜 现在还非常的烫 看轻盈剔透的 以前我们这边的酒席上会有 叫它欢喜团 每年的端午节前后 也会做上一些 因为它比粽子简单又快速 还自带粽子的香味 暖暖糯糯里面的馅料 超级的好吃 特别特别的香 是属于越吃越香的那种 米香 粽叶香 芝麻香 香香露鼻 对于这种又香又糯的口感 完全没法拒绝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给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